强风呼呼的吹 200公斤的重击也被吹倒 这是3000公尺荷环山 天气骤变 风雨交加 台风外围环流 好吓人 现在松雪楼山上的天气状况 风非常的大 雨非常的大 天气非常的差 游客走壁躲风雨 松雪楼的人员乘闪查看 连闪都被吹走 河湾山凌晨开始下雨 风势到底有多强 根据气象站的观测 11号上午6点开始 平均风力从8级增强到10级 12点的时候测到14级阵风 下午2点还有15级阵风 威力惊人 天气变化 高山上尤其明显 狂风大坐 数字剧烈摇摆 趁着廉价最后一天上山的游客 纷纷躲避 车辆陆续下山 至于这两辆重机 等待救援 他们的钥匙强迫拖在3158说 他们会叫车子上来 在他们的重机 他们弃车而逃了 监视器画面看到 吴领亭的即时影像难得空无一人 游客中心的镜头也不断地晃动 是被风吹的 小风口的监视器甚至被吹掉 镜头直接拍地面 只能先关闭维修 远规台风外围环流扫过 威力惊人 TBS新闻 陈家贵 吴淑萍 南投报导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